好 带您来关心13号的晚间10点多 花莲分局线上巡逻远警 在国联二路执行公务的时候呢 突然遭到一名红衣男子无预警的身手猛砸警车后挡风剥离 那么警方迅速将他压制逮捕 那么经过酒测后浓度是高达了1.39 而犯案的周姓男子坦诚 是因为对警方有偏见感到不满才会失控杂车 警车停在路边远警下车直勤 但这时一名红衣男子靠近车尾高举拳头 接着猛锤拳直接把挡风玻璃打爆 趴着哦 趴着 趴着 我来了 我趴着 手往后 男子手还在滴血就被压制在地 但他似乎没意识到自己闯下大祸 还对远警破口大骂 我不会我审认 讲话胡言乱语听得出来 有几分罪意 挡风玻璃中间几乎全碎可以看穿车内 就在13号晚间 花莲这名周姓男子喝得烂醉 经过国联二路时 看见警车不顺眼 几杯黄汤下肚之后 他自觉神功护体徒手打破警车车窗 也不敢疼 男子被警方逮捕时 全身飘散浓浓酒气 酒测值高达1.39 酒后情绪失控 砸破警车剥离 当场被带 依法送办 为自己错误行为付出代价 记者众报道 感谢观看